这个IT非常有在做事 事实上都是别人写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这是小工具的部分 那当然 OpenSocial之所以叫OpenSocial 并不是只是提供Gadgets 它还提供所谓的人际层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就是围绕在一个叫Social Object上面 那什么是Social Object呢 就是任何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绕着这个东西说话 就叫做Social Object 这样讲可能很抽象 事实上也是很抽象 所以说来举一个例子 好比说这份简报放在我的硬碟里面 它只不过是一份简报而已 可是如果我用Web 1.0的方式 把它放在我的网站上面 像刚刚那样让大家下载的话 它还是不是很Social 因为你下载的时候并不知道 有谁下载了或者下载的人 对它的想法是什么 那当然我如果用Email的方式 把它寄给在场的各位 各位有什么意见再寄回来 看起来大概就是这样子 因为虽然Email可以用回复跟转寄的方式 让人协同工作 但是这种协同工作 通常会越忙越忙 所以说我如果把它上载到 SlideShare上面的话 那它就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物件 因为你就可以对它做评论写 来推荐标记分享 迁入等等动作 那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透过这个Slide来发现 说这个讲者 他之前又做过哪些别的Slide 他在Watch哪些别人 那些别人又有什么Slide 可以透过物件来发现人 又可以透过人来发现物件 那就是社会物件 让人际连接变得比较明显 比较清楚的一个功用 那有鉴于此 这个字典也告诉我们 建立有效的人际网路 可以拓展我们的生活领域 所以说OpenSocial就提供了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核心功能之外 另外进一步的社会化功能 这个是在去年OpenSocial 1.0版的时候制定的 那一个完整的OpenSocial伺服器 它不只要提供我们刚刚那些最基本的 什么JSON、Flash、Window、翻译、换skin等等的这些功能 还要提供OS API这一层的功能 那它最基本就是People 你的系统里有哪些人 Activities这个人最近做了哪些事情 以及他们组成了什么群组 互相传来什么讯息 他们有存什么资料 他们有哪些相簿 或者是里面放了哪些相片 等等等等的这些API 那OpenSocial都相当具体名义地提供了 所以说在Social Text里面 哇 竟然是一片黑 在Social Text里面 我们只要到一个人的Profile页面 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Profile 是由LDEP栏位同步出来的 那我们用OpenSocial的REST的后端的功能 接上它的前端就可以显示这些 虽然不能够拉动 可是其实还是小工具的小工具 所以就包含组织资讯 我的Skype ID 我的Facebook ID Twitter ID 我是不是在Skype上面上线 然后一些我们的自定栏位 或者是我个人的一些标签 你可能点Hesco 就会出现Social Text里面 其他写Hesco的人 或者是像这种很漂亮的标签云 之类之类都是用OpenSocial 本来的OS API 就可以轻易达成的功能 然后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像Twitter 或者Plug上面的Follow的制度 有哪些同事关注我的行动 然后或者是有哪些人 他们做的事情 我会自动在我的墙上看到 或者是我属于哪些群组 在群组里面可以做哪些对话 这些都是OpenSocial的基本功能 然后在中间比较宽的这一栏 使用的就是活动串流 包含说我在Wiki上做哪些评论 我改了哪些试算表 加了什么标签 机器人自动把它广播出来 变成微网制之类之类 只要有提到我的名字 就会在我的Profile上面出现 那这个有很多用途 一个就是像Facebook这样子 我点名这两个人来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我就真的回答说 我们有网友证的万国马支援 那最后就是说 我最后一则留的微网制 会在这边显示说 我下线赶Costcap简报去 周五晚上回来 就是上个礼拜 我赶了一整个礼拜 Anyway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当我们实际在企业里面推的时候 通常不会一下子就要大家填 什么自己的标签啊 把所有的简报都上载 变成社会物件啊 当然这是不可能一蹴可及的事情 所以说就是有一个阶段 那好比像说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 我们四千五百个人开始用的时候 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是让他们用 最小的社会物件 就是微网制 任何人只要有一句想法 或者一件事情 有什么想讲的 就可以任意地讲 那当然大家就会开始用Signments讲 嗨 有没有人在啊 哇 我们正在做microblocking 真是很酷啊 石楼有燕麦饼干 要人来上来拿 这些非常social 但是不一定对工作 有什么帮助的事情 可是短短的六七天之后 等到大家都熟悉了这个美界 就发现其实这个对上班也是非常好用的 举例来说 有人手边有某一个杂志吗 有人要推荐什么书吗 那当然他也可以连到Facebook 去问他的外面的朋友 可是问这边的同事呢 就甚至还有机会认识一些别的同事 尤其是他们四千五百人的公司 又没有一个专门的土耳其文部门的时候 他们需要一份土耳其文翻译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用法 因为毕竟他们不可能打一通电话 给所有他部门里认识的人 也不可能寄一封email给四千五百人 问说有没有人懂土耳其文 大概明天就会fire了 所以说因为在signal里面是 你发一个东西不一定要求回应的 不像email你发了就有一个压力 觉得别人一定要回应 所以就很容易用来处理流程之外的状况 那所以这样子 他们就可以动态组成一个土耳其文小组 然后接下来发生新的事情的时候 就可以创造新的流程去处理它 那这是人际网络的一个用法 一开始大家都是近况更新 然后可能分享一些新闻啊 连结啊 档案啊 MP3啊之类之类 然后提出一些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真的参与讨论 然后再发表比较长的一整篇 网织让别人进行comment 然后最后再来用social text的wiki 或者是试算表来进行 共笔写作的动作 那就是social的这一部分 OK 那接下来是opensocial 1.0之后 在今年的一些比较新的发展 主要都是围绕着活动串流来发展的 那什么叫活动串流呢 中文维基百科没有说明 英文维基百科说是个人最近进行的活动清单 通常只限于单一网站 那这就让人很觉得奇怪 为什么只限于单一网站 那但事实上是因为在今年之前 绝大部分的社交网站在问说 最近这个人有什么动态的时候 都是用RSS的方式来给的 那RSS大家知道是用来送文章的东西 它其实只有标题网址内 文三个B点栏位 所以像谁follow谁啊 谁对什么说赞啊 谁上载了什么呛片啊之类之类 根本不太可能用这三个栏位来表示 也就是为什么通常activity stream 都是在这个站台里面显示 而不会用aggregator把它集成出来 显示的原因 那到了今年开始有一些网站 用atom来显示 那它至少有作者 是谁做了这件事情 至少一个编号 至少有最重要的就是 这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 不然怎么叫做活动串流呢 可是它还是没有把这个动作里面 牵涉到哪些物件 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去年到今年比较开始 有人采用了一个新的协定 它的名字就叫activity streams 那它里面就是把atom加上三个栏位 谁对什么做了什么 那用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三个栏位 就可以去捕捉在社交网站里面 常做的相当多事情 那这个对什么就有非常非常多种对什么 这个做了什么就有非常非常多种做了什么 那一开始这是在atom上面的一个延伸 已经有相当多的社群网站支援 那但是在今年大家发现说 atom其实xml也不是那么好用 干脆大家都来用json好了 所以说又推出了一个json的相容版本 那这个已经被采用到 opensocial 1.1的draft版本里面 所以以后的opensocial container 都可以把这个使用者最近做了哪些事情 用行动串流的标准把它publish出来 那所以这个shindig也目前已经实作了 这样子一份标准 所以它实际看起来 也许以后就是像我们现在用rssreader一样 你可以很容易地追上各个不同社交网站上面 谁对你这份简报做了什么 或你的朋友们做了什么 那在opensocial这边可能用json传 那当然还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社交网站 它不一定有支援这个格式怎么办呢 那就可以用一个feedproxy的连接层 去把它做一个转译的动作 那它去把这些rss或者html拿下来 然后把它转成activity streams 就可以一次汇整在同一个行动串流里面显示 那这是openweb这边的状况 那social text这边我们就是用同样的架构 也是用同样的协定 做了一个叫social text connect的产品 这个产品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大家刚刚已经看到类似facebook 那样一个活动串流的界面 所以说现在我就把CRM系统 ERP系统 sharepoint或者随便任何应用系统里面 只要有发生任何事情都把它拉进来 拉到这个墙上 那如果是例如像我在sharepoint上面做了一件事情 它拉过来的时候就好像是我做了这件事情 那如果是CRM或ERP里面有些事情 不是谁做的 例如像说库存不足了 那我们就做一些机器人来做 那这些机器人就可以代表这些系统 来发出新的讯息 然后你在这边跟机器人做回应的时候 它也可以听得懂你的回应 然后回去对这些应用系统做一些操作 那因为每一个应用系统 把资料捞过来的时候都加了很多的annotation 所以就可以很容易地做搜寻 做filter 做动态归类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 那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 我们自己开发团队就相当地依赖Bob这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它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目前有哪些整合测试烂掉的部分 或是还有哪些土度没有做等等等等 都直接放在行动串流里面 或是Bugzilla有人爆了一个bug之后 也会出现在串流里 然后解决了就会变成一个回应 然后我们可以绕着它做讨论 或者是只是比较没有意义地说 哎 好棒 修好了 这样子 那我们也把IRSD上面机器人常用的留言功能 或者是计算机功能等等等等都放在上面 所以说如果你问它天气的话 它也可以动态地开一个小gadget出来 然后显示Google Map 那事实上还有相当多的应用 例如像它可以去监看Twitter上面 有谁提到你们公司啊等等等等 就都可以把它放到这个行动串流里面来 然后让大家跨部门进行讨论之后 跟机器人直接在串流里面互动 那所以我们刚刚看了OpenSocial的过去 它一开始是只是做一个gadget 那接下来是做Social这一层的部分 那在今年我们就是用它Activity Stream的整合 来做一个类似让你上班不需要打Facebook 上班就是打Facebook 这样子的一种工作环境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